近半个中国有震感 地震灾害严重波及阿坝州里县 茂县 成都市都江厌 德阳市 广源市青川县和绵阳市北川县 学校 医院 居民楼房整个倒塌 成千上万的人被埋在瓦砾下 无数民众无家可归 地震发生后 抢救生命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头等大事 牢记 灾情就是命令 时间就是生命 中国几乎全部的专业救援力量 源源不断地向四川灾区汇集 无数的志愿者从四面八方 甚至海外赶来 国际救援队赶来了 军人 医生 工程队赶来了 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竭尽全力的奔忙 表达着对生命的敬重 抗震救灾 中国一共派出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十多万人 派出医护人员九万人 主动参与到抗震救灾行动中的志愿者超过一千万 这一次 整个中国是四川的大后方 偌大中国 千万人帮着一起打听镇区亲人的下落 千万人帮着镇区亲友送来平安的信息 千万人一起伤痛 一起紧张 一起救助 一起奔忙 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们就尽百倍努力 在一方有难 八方相助的情怀与行动中 废墟中出现了一个个生命的奇迹 抗震救灾的过程中 人性的光辉成为2008年 闪耀中国的最亮色 北川县民政局局长王洪发 在地震中失去了亲人 他却一直在组织抢救 分发募资 那个时候 无数像他一样的公务员们 他们的双脚走遍了所有的村寨 脚上沾满了碎石渣和血迹 这些是地震中为救援学生 遇难的老师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那些让成年人肃然其境的孩子们 九岁半的林浩在自救之后 把一名已经昏迷的同学背出废墟 又毅然重返废墟 再次背出另外一名被废墟掩埋的同学 十一岁的张吉万 背着三岁的妹妹走了十多个钟头 十三岁女生何翠青救出十多名同学 自己被压在废墟下五十小时 失去右腿 惨烈的汶川地震 共造成六万九千多人遇难 一万八千多人失踪 直接经济损失八千四百五十一亿元 三天的国家哀悼日 共和国首次为普通遇难百姓 讲半旗致哀 从中南海怀仁堂前 到灾区废墟上 生命的价值彰显得如此浓烈 灾难发生是在初夏 如今已尽严冬 让我们祈愿灾区的这个冬天 有温暖的背 温暖的房 温暖的心 2008年8月8日版 举世瞩目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在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 共有204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 参加了本届奥林会 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万多名运动员 在五环旗下同场竞技 北京奥林会的圣火 点燃了 北京奥运会上 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了51枚金牌 21枚银牌 28枚铜牌 共100枚奖牌的优异成绩 第一次名列奥运会金牌榜榜首 创造了中国体育代表团 参加奥运会以来的最好成绩 8月 一个个体育神话 在北京奥运上 轮番上演 1月1日 第三次跟本届摩运会整理 2月2日 1月3日 2月11日 平等 3月3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在鸟巢举行 全世界都看到了残疾人运动员 在一场场比赛中 那些感动人心的画面 那些历经艰辛创造的记录 还看到了残疾人运动员的动人风范 和进取精神 这就是残奥会的永恒魅力 超越 八月 全世界也见证了中国奥运创造的另一个记录 历届奥运会最多的志愿者 提供了最优质的服务 赢得了所有人的赞誉和尊重 八月 北京和整个中国 向世界传递了真诚的意愿 分享奥运 分享人类文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